我们平时都会用到充电宝 但是我感觉一般的充电宝都非常大 不容易携带 今天我们就来开箱一个迷你充电宝 而且不仅非常迷你容易携带 还能当5号电池用 太期待了 废话不多说 开箱 USB快充5号电池 我第一次买这个包装 这么有仪式感的电池 哦不对 它是一个充电宝 看就是一个电池的外景 这样看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电池 但是它这里好像是可以拔下来的 拔下来之后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苹果手机上的这个充电插口 不得不说现在的人脑洞实在是越来越大了 这个不仅能给手机充电 还可以当5号电池用 一举两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作为一个可充电的5号电池 使用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我的旋风充风 玩过这种四驱车的朋友都知道 它是装5号电池的 并且非常的费电池 然后我把它换上去 看能不能正常的行驶 现在是装了一节正常的电池 还有一节这个可充电的充电宝电池 这个明显电力比我这个本来的要强 我再换上去本来的电池 你们听一下 换上这个电池感觉动力更强劲了 不过这个也可能跟本身这个电池快没电了有关 我们来让它跑一下 冲吧 旋风冲锋 这个桌子可能比较粗糙 所以它跑的比较慢 作为一个可充电的5号电池来使用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作为一个迷你充电宝来使用效果怎么样呢 这个我发现它电池上标的是1250毫安 但是这个说明书上标的是500毫安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但是可想而知这么小的身材 我们就不要奢求它能充非常多的电量了 我们先看看能不能正常的充进去 把这个头拔下来 然后我这个插口就露出来了 插进去 没有充电 插反了吗 真的没有充电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开始充了 充电中 可能这个插口跟我们平时用的正反都能插的不一样 它可能只能插一面 插反了可能充不了 反正目前是在充电的状态 接下来呢 我就去把这个东西给它充满电 然后再给我的手机充电 我们看看 究竟能充多少电量 并且花费多长时间 走吧 现在这个电池是红灯 然而变成绿灯就已经充满了 绿灯已经充满了 刚刚只充了20分钟就把它充满了 然后这个说明书上说 就是完全没电的情况下 充满它需要一个小时 那么现在它是满电的状态 我的手机现在电量是 19%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么小的充电宝 能给我的手机充多少电 并且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现在开始吧 好了 已经处于一个充电的状态了 我们待会见 现在手机已经显示不充电了 我来看一下电量了 现在是33%的电 时间正好是过去了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这个迷你充电宝 它花半个小时给我的手机充了14%的电 其实我感觉已经是挺不错了 因为它毕竟这么小 那么总的来说这款东西呢 它就是当充电宝用的时候 就是应急一下还可以 不能完全依赖它 因为它只能充个15%左右的电 对于苹果手机来说 然后呢 最主要就是它这个创意非常好 又可以充电 又可以当电池来用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